我当然希望所有有生育医院的单身女性 都能够平等地享有这一个权利 我们往那边走 咱们不要影响公共駅 我们往那边走 咱们不要影响公共駅 就是对于不给我动卵这件事情 到底是我们会认为它也构成了对我们 对我身体权的一个侵犯 就是我的身体自主 其实就是卵子是身体一部分 就是它的使用本身也是一个身体自主的一个权利 它其实也是一般人格权的一个内涵了 这件事情对单身女性来说很重要 所以我自己也就是在这个案子的过程当中 有很多成长 我觉得我也不太想轻易地放弃它 对 然后呢 同时我们看到今年以来 我们的一些政策和地方新闻 已经是在对单身生育有一些比较友好的措施出现了 并且卫健委也说在向这个 医学方面的一些专家去征集意见和这个信息 对 所以我觉得可能你会感到这个变化 还是让人带来一些希望的吧 对